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为契机 逢山开路 御水驾桥 将改革进行到底 苏日曼是一名90后蒙古族青年舞蹈家 曾获得过中国舞蹈界最高奖 荷花奖 银奖 世界旅游小姐 中国区总冠军等荣誉 同时她还从事晚会导演 演员 歌手 大赛评委等工作 尽管已经拥有众多头衔 苏日曼始终没有忘记 作为一名民族舞者的初心 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 我这两年带着我们蒙古族的传统艺术 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我也感受到了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魅力 同时也将我们蒙古族传统文化 介绍给各个民族的朋友们 虽然每个民族的习俗和文化都不一样 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到 我们在一起的那种快乐 更像是我们同处在一个大家庭的亲人一样 十几年来 苏日曼通过舞蹈看到了世界 也因为舞蹈饱受伤病困扰 然而在传播民族文化的道路上 苏日曼从未止步 他用以舞会友的方式 在细微处沟通不同民族之间的情感密码 让舞蹈这门艺术变成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媒介 收紧和你们的宗族 马上就要闭在一起 但是不要了 那我所招收的学员当中呢 有汉族啊蒙古族啊 回族这些不同民族的小朋友 小朋友们都相处的是非常融洽 也非常的有爱 蒙古族的小朋友呢 会给汉族的小朋友教一些日常的蒙语 那汉族的小朋友们呢 也会为蒙古族的小朋友纠正汉语的发音 这样的场面和场景让我觉得十分的有爱 民族团结一家亲 互敬互助总观寝 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团结互爱 谱写了一曲曲和谐动人的乐章 西藏退休老人拉巴着马 为了给青海玉树地震的镇区民众献上一份爱心 把单位分的住房卖掉 筹集上款 自己却租房度日 维吾尔族烤肉哥阿里木江 依靠微薄收入资助数百名贫困学生 被誉为草根慈善家 贵州大山里的游地员张林昌 三十一年不惧游路艰辛 形成二十四万公里 热心为民族群众服务 这样的势力不胜枚举 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里 各民族唇齿相依 守望相助的深情厚意 改革开放以来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保持了快速发展 民生不断改善 生态建设总体向好 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 民族文化繁荣发展 1.2亿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微房改造的政策 还有异地搬迁 就大家住房条件也给改造了 老百姓能够自发地 或者自私进行外出风格化 都有条件可以推移 每个家都有是大吃小吃 还有那个摩托吃 还有有些是有三台吃的 发展特色族群众 少数民族群众话结合起来 不仅发展了民族群众话 而且对经济的增长 我们觉得效果很独现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坚持民族平等 民族团结 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让民族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没有民族地区的发展 就没有全国的发展 没有民族地区的小康 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没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就不能说全国实现了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只要你有能力 你肯努力 你有能力体现自己的才华 帮助别人它是一种习惯 有了这个习惯它会 长期会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展览主要是通过互助共有 跨足迹能进行传播的一些项目 进行展示 促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把文化作品变成商品 传播出去 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 在素兰日故宿传统的文化美丽 把这个绿色青山都保留下来 把它给我们死寿后代 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 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 56个民族多元一体 交质共融 构成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 既是中国的财富 也是中国的优势 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更是全国各族人民 同心同德 同心同向 努力的结果 我相信 只要13亿多中国人民 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 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勇往直前 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